像这样干枯稻草一样的东西 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是屎 这在甲虫的防御策略中 科学术语是屎盾 也称为排泄物防御 昆虫们多样又稀奇的防御故事 现在就开始吧 如果你仔细看 有没有看到这堆枯草里有什么东西 它的身份其实是棕里归甲虫的幼虫 这种甲虫的幼虫是少数几种用屎 这种怪异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昆虫之一 幼虫从卵中醒来后 就开始吃棕里业 过了40分钟左右 开始从肛门处拉出稻草状的粪便 不停的来回转动尾部 不停的抽出 过12个小时 就完成了一副像模像样的作品 当然这不是像线团一样 而是拉出一定长度的变链 像这样连续附着在肛门凸起上 幼虫在这个粪壳中脱皮成长 随着成长不断的抽出粪便 粪壳也随之增大 从幼虫的肛门凸起可以看到 10 20 30 40 幼虫在经过脱皮的过程中 已经脱皮的肛门并没有脱落 而是这样粘在一起 也多亏了这一点 现有的变链能继续增长 而没有倒塌 令人惊讶的是 2000年托马斯·艾斯纳博士的 一项研究表明 如果粪壳的一部分损坏了 粪便会在一天内 迅速拉出并修复 粪壳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修复能力 也是因为保护 托马斯·艾斯纳博士 用肉食性臭虫和瓢虫进行了实验 当幼虫有粪壳的时候 它们甚至都不接近 但当它们把除去粪壳的幼虫伸进来的时候 就会立即把幼虫吃掉 艾斯纳博士说 它们有物理防御能力 但也可能含有捕食者不喜欢的化学物质 但大自然中没有永恒的强者 在这只甲虫面前 粪壳却是无用的 观察结果 这只甲虫挤进了强大的粪壳中 吃掉了里面的幼虫 只留下了肛门突起 顺便说一句 它好像也想吃肛门啊 其实这种以粪便为保护手段的昆虫 不仅仅只是那一种幼虫 第二只运用便便的主角是 叶甲克的黄金硅甲虫幼虫 看 它们背部的纳驼就是粪便 将粪便固定在背部的是叫做肛门叉的部位 当以四分之一速度观察时 会发现它们通过肛门叉 将便便夹在现有的便便顶部 它们的优势是不断的积累新的粪便 而且移动起来很方便 幼虫通过吃植物来制造植物毒素 丹宁 生物碱和灶带 所以蚂蚁和其他捕食者不会靠近幼虫 即使它们想接近 龟甲虫幼虫也会挥舞着盾牌 向捕食者发出警告 但是像这样拖着便便到处走的家伙 还不算什么 有一种产于印度南部的昆虫 大黄金花幼虫 它们更狠 干脆把自己的粪便涂在身上 但是即使像这样用粪便涂抹 也有一些春科类的幼虫用口气插入粪便盖 这样瞬息体验 很恶心 但在大自然的世界里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令人不适的地方 去见一种更智能的进行防御的昆虫吧 银色斑点蝴蝶的幼虫用粪便作为大炮来保护自己 这些毛毛虫通过用丝线缝和坚果叶子 在里边筑巢 藏在里边生活 但如果像宅男一样一直生活在这里面 排泄物就会堆积 所以很容易被毛毛虫的天敌 指巢风发现 所以这只毛毛虫使用了粪炮策略来隐藏它的位置 当它们便便时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使粪便尽可能的远离捕食者 从而隐藏自己的位置 你可能会想 毛毛虫的便便大炮能飞多远 2003年乔治顿大学的拜斯教授观察到 飞行每秒1.3米 最大飞行距离为153厘米 这是它身体长度的38倍 相当于人类拉的粪便可以喷出70米远 真是巨大的粪便大炮吧 最后这个家伙想让自己变成便便 它们就是鸟粪猪 有的会把蜘蛛丝包裹在自己的腿上 有些会把蜘蛛丝伪装成鸟粪 它们可以用鸟粪伪装来躲避像黄蜂一样的捕食者 而实际上这种蜘蛛身上也有鸟粪味 就会捕食以为是粪便 汹涌而至的苍蝇等 即使利用粪便也要生存下去的昆虫们的战略 这种蜘蛛真的很脏 但很让人惊讶